大家好 我是切莉 那我今天要為大家示範怎麼 師傅平泰秀 那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先用絲巾的化妝水 我把它裝在慕斯瓶裡面 那這樣子分子比較小 所以比較好吸收 它擠出來是慕斯瓢 那它就均勻的塗在臉上 然後用噴的也可以 可是用慕斯的 它分子比較大 比較好吸收 那這個動作叫做補水 你一定要保濕做得夠 你的皺紋才不會跑出來 那我夏天呢 我的補水大概都要補3到5次 那補水的過程呢 一定要非常的輕 輕輕的輕輕的 好 額頭 因為我的額頭本身比較多抬頭紋 所以我就是會比較保濕的部分 都會皺在額頭比較多 好 上完化妝水了 那就是稍微等它在半乾的狀態的時候呢 我們要上淨化液 那我今天要上的是 若美芙的淡斑淨白液 那這一款呢 是針對想要淡化斑點 或者是想要改善肌膚暗沉的人 那它的效果是 它這樣一瓶 就是擦完之後 你的效果就會非常的明顯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顏色是有點黃色 那我一樣也是先從額頭 也是輕輕的輕輕的 在額頭上畫圓而已 好 鼻子 兩夾 那我在上的時候呢 動作很輕很柔 那就稍微的往上 往上拉提 所以 大部分 好 好 那我上完精华液之后呢 那我就要来上平泰秀 这个是网络夯到不行的平泰秀 那我自己之前是法令纹很深 然后还有脖子的细纹很深 但是现在法令纹几乎都看不到了 那脖子的话呢 因为它我睡觉的时候常常会撤睡 所以它还是会有一点痕迹 可是它真的是 让我的皱纹淡化很多 好 那现在精华液大概也是呈现半干的状态 我就可以上平泰秀 那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湿敷 所以我会挤比较多 然后平泰秀它的乳 它是呈现乳液状 它很大条 是很浓稠的 好 再来我一样也是敷一层薄薄的在脸上 涂抹全脸 那平泰秀呢 它涂上去会有点凉凉的 这是很正常的 那小心要避开眼睛周围 因为有的人眼睛比较敏感 他可能会对于这种凉凉的 会不舒服 但是我是个人是觉得还好 不会很很很刺激 而且它闻起来有那种清见口香糖的味道 好 就把我的脸涂满了平泰秀之后呢 我再用刚刚的湿巾的化妆水 那这个是一般药妆店都买得到的面膜钉 剪开 剪开之后呢 我把化妆水 吃进化妆水倒出来 大概一杯这样子 现在平泰秀已经开始在我的脸上非常的凉 好 然后把面膜钉呢 丢到化妆水里面 然后它就自动通起来了 你一定要让你的面膜整张浸湿 整张都浸湿这样 再来呢 再来呢 敷在脸上 这个就是自制的面膜 好 这样就完成了 那就大概敷的十分钟 你不要等面膜纸全部都干掉 你就是大概敷十分钟 就可以拿下来 那你如果觉得它还是有点湿湿的 有点浪费 你就可以敷在你的脖子上 好 那我不要讲话了 我要来敷脸了 拜拜